大家好,我是Stan 2020年背报、吃软饭、劈腿等负面新闻 引起争议后宣布停止活动的NCT成员Lucas 因为SN娱乐代表上传的合照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2月1号,SN娱乐代表姨森索 在个人IG上传了与Lucas的合照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但是因为标注了Lucas的账号 而照片里的代表与Lucas都看起来很不错 所以就有网友们担心 Lucas会不会是要回归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刚去看了一下,点赞数疯了 然后代表与Lucas的表情很惊悚 很像是在说,你们做什么我们都不理会 然后点赞数,到底是有多少外国粉丝呢? 是让我们上火吗?在干什么呢? 不会是也去PM回归吧? 要是那样就让我家爱豆退出吧 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连粉丝们也抛弃他了吗? 是为了测水文发的IG吧 千万不要让他再加入NCT SM的福利真的太好了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真的是非常不好 所以对于Lucas的IG合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时是 Blackpink成员Lisa终于在首尔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根据媒体报道 Lisa在去年7月的时候花费了75亿韩币 从乐天集团总裁的孙女 也就是乐天纽约皇宫酒店董事的夫妇那里 购买了一个独栋喉宅 房子在首尔城北洞 分地下一层跟地上两层 公积600平民以上 而75亿韩币全额都是现金付款的 而因为Lisa在韩国买了相当大的豪宅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认为 疯了买家了的话是续约了吗? 希望能在韩国继续活动 古动豪宅的话真的是为了自己居住买的 应该是要续约了 不知道是不是续约 但确定是会在韩国继续发展 希望Lisa能更成功 想到之前被经纪人骗了巨额却原谅的那件事情 Lisa长久长久住在韩国吧 希望Lisa的事业一直走滑落 也希望能早日听到BLAYPINK的好消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旁贪的三种生日蛋糕 新的夸张型蛋糕 Sugar的简易型蛋糕 Aren的 不过我Aren的蛋糕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CASUR KASUR Lisa CASUR LISA CA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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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ia